不是我失望,只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总是唯一的爱 天赐的声音播出已经有两季 第一季以毒蛇乐评人丁泰生不断上热搜 第二季关注度稍弱 在节目即将走向瓶颈期的时候 节目组在第三季请来了内定目前人气非常高的歌手周深助阵 相信第三季关注的人应该是非常高了 天赐的声音前面第一季还带给大家比较新鲜的感觉 随着一期又一期的播出 节目每一期之间没有任何的连贯性 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最终收视率下滑严重 到了第二季口碑更是直线下滑 所以第三季节目组在导师音乐合伙人上下了功夫 请来了周深的同时也让苏友鹏回归了 第一季曾经用小虎队的陈志鹏做选手 苏友鹏做导师 两个人合唱歌曲成为第一季第一期的超高话题讨论 可谓是开场开得很好了 中间凭借了丁泰生 骂哭著名歌手家萨鼎鼎再次登上热搜 后面的后面关注度也就开始完全丢失了 第二季未能翻转 能否继续延续其他音宗的第六季和第七季 就要看第三季的关注度了 我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皇陵 是一个无比灵动的一个女生 是一百分的一个表演 但是我觉得萨鼎鼎的加入破坏了这种完整 在萨鼎鼎的表演中 我看到了僵硬娇柔造作 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 但是就像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她脸上涂了五厘米厚的粉 她在去表演的时候 还能是生动和灵动的吗 僵硬娇柔造作 不生动 但是在点评音乐还是在点评演技 丁老师 你是不是走错了片场 在几个嘉宾打圆场的时候 她还在继续读谁 这几年周深的综艺太多了 也参加了很多浙江卫史的综艺 很明显和浙江卫史的关系是不错的 所以这一次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 与其他三位音乐合伙人 共同成为了导师这样的角色 成为了常驻嘉宾 目前的常驻嘉宾是 张绍涵 胡彦斌 周深 胡海权 苏友鹏 胡海权应该是担任的是主持人的身份 剩下四位是常驻嘉宾 楼亦霄应该是飞行嘉宾 并且楼亦霄已经不再是第一次来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了 之前也作为飞行嘉宾来参加过 非专业的歌手应该不会成为常驻嘉宾 不然又要像第二季的孟美琪一样被骂走了 第三季请来的周深 一定是节目组想提升节目流量的很重要的一部棋 前面两届的常驻嘉宾张绍涵 胡彦斌以及主持人胡海权 已经让观众产生了较大的收视疲惫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歌手 只是现在收视群体的年龄段较小 追逐的新生代歌手更多 所以节目组才把目光放到了周深的身上 本身天赐的声音作为音宗就有很大的缺陷 因为不连贯性 单期的比赛很难让观众一直持续每一期的关注 这下有了一个超高流量的人气实力音乐合伙人 收视率是能稳一些的 且周深的综艺感非常的好 也会让这档节目更加的充满综艺的气息 不知道周深会不会与丁泰生在节目中有更多的言语碰撞 很期待第三季节目的播出 第三季的播出时间是3月4号 这档音乐综艺节目能不能一直播出到第四季和第五季 就要看第三季的收视情况了 如果像歌手一样一直走到了瓶颈期 没有歌手可以请来了 那就节目应该播完第三季又要改版了 相比较而言 其实天赐的声音前生梦想的声音更好看一些 你们看好第三季天赐的声音吗 吹起你并肩的白发 抚平回忆留下的疤 你的眼中明暗交杂 一笑像花 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 走进窗头藏起的花 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 我们大利口天赐的 你不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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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在试音乐